2022年1月14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1895年1月14日,日本那个秘密通过决议,将本属于中国的钓鱼岛编入冲绳县管辖,用秘密开会的方式偷走钓鱼岛,是只有日本人才会做出的安葬事。 近日媒体又曝光了,日本人干的另一件挑衅世界和平的事情。 据环球时报报道,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2022年底之前,将完成在石原岛部署陆上自卫队的导弹部队,规模约为500至600人。 日本这回不再偷偷摸摸做事了,而是公开在石原岛上建导弹部队,一手舰指台湾,一手舰指钓鱼岛,为与中国对抗加快武装的步伐。 日本在向哪方面发展?从他的表现来看,这个国家越来越右倾了。 早在69年前的1953年,周恩来总理会见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 大山玉夫时就提醒过日本,今天摆在日本人民面前的是两个不同的前途。 一个是处于美国附庸国地位的军国主义的日本,这是日本反动势力所要求的。 另一个是独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日本,这是日本人民的奋斗目标。 如今不幸被周总理一语成衬,日本政府正在选择前面那一条做死路。 一个美国的附庸国日本,正在以军国主义姿态向前狂奔。 目前已冲到与中国对抗的最前沿阵地来了。 第一是不断加盟围堵中国的军事组织。 日本是美国北约之外最紧密的盟国之一。 现在的日本国土上铸扎着大量的美国军队。 1951年9月8日,美国与日本签署了安全保障条约。 美国可已在日本无限制的设立和使用军事基地。 也就是说一旦中美发生军事对抗, 日本才是最靠近中国的前线阵地。 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 当然这种情势也是它迫不得已的。 但日本政府选择了主动迎合美国的态度。 为美国马首是瞻。 除了与美国发展紧密军事关系以外, 日本还是美日澳印安全合作平台的核心成员。 最近又和澳大利亚签署了。 针对性极强的防务合作互会准入协定。 接着还要与英国、法国等国家签署类似条约。 可以说在美国的印太战略围堵中国的棋局中, 日本铁心将扮演极先锋的角色了。 第二是不断突破军事预算额度。 和平宪法只是批这一张和平话题。 日本由于是二战的战败国。 受和平宪法所限。 是没有发东战争的权利的。 但日本不甘于这样的国际地位。 一直试图修订和平宪法第九条。 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 在未成为正常国家之前。 日本披着和平的外衣, 却干着不断扩张军备的事。 日本自卫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之一。 军事实力排名在世界第六至第八之间。 其反潜能力、反导能力非常先进。 它虽然没有资格研制航母和潜艇。 核武器这类有严重威胁的武器。 但拥有的常规舰艇力量同样不可小觑。 用于反潜的日向机和出云机直升机驱逐舰。 其实就是直升机航母水平。 其独立反潜能力, 共是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位。 日本并不满足现有的军事实力。 不断增加国防预算。 日本防卫大臣安信夫称。 2021年度防卫费总, 额约占GDP的1.1%。 2022年预计军事开支将达到5.4万亿日元。 是日本军费的连续第八年增长。 第三是从来未望军国主义亡魂。 朝野上下纷纷参拜靖国神社。 日本的靖国神社是一个标志。 里面供奉着包括14名甲级战犯在内的侵略者林牌。 但日本从未反省对中国造成的严重伤害。 上至首相,下至平民纷纷参拜靖国神社。 在偷袭珍珠港80周年的日子里, 更是有日本99名医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令人扎舌。 令人诧异的是, 美国对日本的所作所为保持了沉默。 不能不让人怀疑。 现在的美国也已演化成军国主义纳粹国家。 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经蛇属一窝了。 日本人不承认南京大屠杀。 反而一再祭拜靖国神社并不是体现一个敬重先祖的孝子。 而是替军国主义招魂。 不能不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受害国高度警惕。 第四是日本军国主义优异政客不断发出针对中国的不和谐杂音。 其中叫嚣最患的就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他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就是日美同盟有事。 给中日关系带来非常恶劣的负面影响。 日本不止与中国争夺钓鱼岛主权。 还在中国的台湾问题上说三道四。 支持台湾的民进党台独集团。 这已经成为中日关系的死结。 最近日本又与美国在二加二对话中就中国台海问题达成共识。 加强日本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 就是日美共识的落地措施。 石原岛与台湾岛钓鱼岛成三角之势。 日本牵制中国统一台湾的情势明显。 并且日军多次举行以钓鱼岛为目标的夺岛演习。 时刻准备着介入一场未必有可能爆发的日中战争。 2022年注定将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 1月14日是日本阴谋偷窃钓鱼岛纪念日。 对于日本我们还是要防止点为妙。 随沃美二加二会谈,以及沃澳安全协定签订。 美国新的遏制中国手段开始浮出水面。 在美国国内鼓吹用用线战争消除中国威胁。 遏制中国崛起的时候。 可以看出美国的策略。 即想利用有限代理人战争方式拖住中国。 然后与所谓新冷战策略相互结合。 前期美国不需要直接出手。 而美国居中调节。 利用倭寇国也想通过战争。 打垮中国崛起直路的心理需求。 采取软硬兼施日沃自愿上钩的战略。 在选择合适的地点作为战场让中国入局。 中日之间确实存在爆发冲突的导火索。 表面上看是中日在钓鱼岛问题和台海问题上的冲突。 深层看则是日本试图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需求。 日本之所以在钓鱼岛问题和台海问题上与中国争执不下。 根源在于日本认为崛起后的中国会对他们造成威胁。 因此做出了对中国的发展进行遏制的战略决策。 在对华遏制的问题上。 日本和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 因此不管中国方面想不想要战争。 我们都不能小瞧日本和美国。 有一天将战争强加给中国的可能性。 从美国最近布局看。 让日本打头阵应该正在部署。 我认为现在美国帮助日窝设计的版本是让日本与中国发生有限军事冲突, 然后美国在背后支持。 同时带领欧洲参与制裁。 让中国与日本打成消耗战。 最大限度的遏制中国崛起。 面对这种局面, 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渠道告诉日窝。 战争可以在美让日本想开始的时候开始。 中国有能力不让温美想终结的时候终结。 而且规模不由温美控制。 但为也不是他们设计的有限战争。 美国和日本最好记住这一点。 我们必须让温美知道。 解放军的军力已对日本形成压倒性优势。 如果日窝听从美设计发动所谓有限战争。 到时日本必会遭受惨痛的军事失败。 即使有美国的援助, 参与也无济于事。 必要是通过对其本土重要的。 军事和工业目标进行打击的方式。 摧毁其军事能力并重创日本的经济。 当然美国美国几乎是必然的。 这是俄罗斯的作用就凸显了。 由于俄罗斯与美国的天地属性。 我们不妨与俄罗斯商议分配日窝利益。 应该是可取得。 做到如果日窝冒险。 我方要能把在日本区域的美国军事基地也一并扫平。 从而给美日的军事力量都造成巨大打击的预案。 我方要能把这些人的预案都造成巨大打击的预案。 我方要能把这些人的预案都造成巨大打击的预案。 我方要能把这些人的预案都造成巨大打击的预案。